做什么饭啊 我要去外面吃 去什么外面吃啊 我菜都买好了 我们成功学的导师都说了 一个老板的成功 首先从跟谁吃饭开始 他说你一年365天 300顿饭都在家吃 你就是个穷人 会一直穷下去 一年365顿饭 300顿饭都在外面吃 那叫广结单元 所以我决定了 以后我们都要去外面吃 他们那个嘴巴抹了开赛路了吧 什么都往外喷 还一年300顿饭在家吃着穷人 怎么你一天只吃一顿饭啊 你这样吃啊 付不付我是不知道啊 肯定是饿得前充贴后辈的 还天天在外面吃就是有钱人 那些要饭的哪天不是在外面吃啊 一年365天天天蹲在桥洞 蹲在垃圾桶旁边吃 哪个发财啊 那人家问周人做生意都是这样啊 这叫开四门 什么开四门啊 我们家不是一个大门进来的吗 人家是东南西北各开一个门 这叫贵人来自四方财 懂不懂 你脖子上面顶的那个是肿瘤吗 人家正常的房子都是一个门 有些农村人家是有前门有后门 你看谁家提的房子东南西北四个门啊 开四门就叫四方来财 那你打床搬到十字路口去住就得了呗 搬到那里住啊肯定来财快 特别是清明节还有七月十五十月一这几天 一个晚上啊都有成千亿上万亿的来 房子也不用买啦 直接搬到外面住就得了 天当被地当床 天天吸收日月之精华 就叫广纳天地财 还真的是 去听了两天课就感觉自己会飞了 我告诉你啊打铁还需自身硬 多听失败者的经历 早听那些早听不久 是弄是灿别深究 一种滋味 有此个人能看透 一生不过百个秋 撒口而醉心别想求 總有遺憾 笑一笑不必回頭 總有相聚別離開緣分 生活簡簡單單才是真 保持初心才能反日思過的安穩 幸福好雙手打天 獨木一個男生的 那你怎麼到今天還是一個人